哈喽,大家好,这里是喵妹电影 今天,喵妹要给大家介绍一部 全家都是机器人的短片《造梦机器》 我们的男主是一位工厂流水线的工人 每天上班时都会遭到上司的恶意辱骂 就连自己的漫画也被编辑不留情面的给拒绝了 只有自己的好友丽子一直支持着男主 回到家后,爸爸一脸木讷的说道 妈妈上班去了,他让我们自己热饭吃 不一会儿妈妈回来了 看到不务正业的儿子,妈妈就埋怨了几句 男主不纳烦地抢回来自己的作品 结果妈妈被男主不小心推倒在地上 四肢开始机械般地抽搐了起来 眼睛更是闪过了一道蓝光 男主这时才发现妈妈原来是一个机器人 而老爸依旧一如既往地回答 妈妈上班去了,他让我们自己热饭吃 男主惊恐地向栗子说明了一切 还把栗子带回了家中证明 然而此时,妈妈的机器残骸消失了 回到工厂的男主依旧遭到了老板的嘲讽 男主气愤地将老板推倒在地上 结果发现老板也是个机器人 男主来到了栗子家中 却发现栗子也是个机器人 还在栗子的包中发现一个机器人公司的文件 顺着文件的地址 男主找到了机器人工厂 公司的前台向男主说明了一切 原来这个工厂能够提供一种服务 让你的真身睡在玻璃棺材中尽情享受美梦 而现实中则会用机器人代替你继续工作 男主发现自己的妈妈在梦中是一位社交民员 而老爸则是一位拯救世界的英雄 男主捶打着棺材想要唤醒他们 结果这时老板出现 证问男主想不想美梦 并准备强行给男主注射催眠针 这时栗子出现制止了他们 还告诉男主自己本来也想逃离现实世界 但还是想和男主一起生活 随后画面一转 男主已经和栗子同居了 而他的漫画也得到了编辑的肯定 然而画面再次一转 男主从棺材中醒来 发现这一切只不过是自己的梦 气急败坏的男主直接砸坏了造梦机器 结果棺材里的人纷纷醒了过来 闺蜜称 为什么要坏了自己的好梦 吓坏了的男主直接跑了出去 结果发现此时街上的人都传了机器人 影片也就到此结束了 如果是您 你会选择直面残酷的现实 还是选择虚假的幻境呢 好啦 今天妹妹就说到这里啦 如果您喜欢妹妹舞的节目 记得点赞哦 如果您想表达对妹妹的支持 可以在下方留言 爱你哦 妹妹的